我們今天要將單眼相機或者是攝影機的影像 丟到電腦obs做直播 我們通常會準備一只 hdmi 的截取卡 只要將這個相機的 hdmi 拉出來連接截取卡 就可以進入到電腦obs 現在截取卡是非常非常方便都是免區的 但是大家有沒有想過截取卡剛開始做的時候 是非常封閉的 我們大概以2013年為個臨界點吧 2013年做出來的截取卡 通常是只有針對windows 而且要灌驅動程式 需要符合他們什么direction的這一個方式才可以 進入到這個windows這樣子 那那時候的截取卡跟mac 是水火不容的 如果那只截取卡可以 支持mac的話那你的截取卡可以賣的非常非常的貴 那時候就有一個東西叫做 usb webcam 是微軟他所創立的一個規格 他不管啊在這個windows或者在mac里面都有 uvc這個driver 然後2013年左右我我就在想說 那我是不是可以將這個hdmi的訊號 轉換的那個usb webcam的那種格式 如果我這次截取卡插入到電腦的時候 那個電腦就以為 我的hdmi的訊號就是webcam的格式 那這樣的話不是就可以跨平臺的嗎 對 2013年我們公司做出這一支 febom 168 免區的hdmi截取卡 那時候就可以成功在windows啊在mac做直播都不用驅動程式 到了2015年的時候啊 安卓的手機也支持uvc的驅動程式 也就是說啊你那時候安卓手機 準備一條otg的線 你就可以連接像羅技的攝影機 也可以成功的在這個安卓手機使用 那時候就有一個韓國一個廠商叫做camera5 live 他專門做直播的 然後呢 他那時候的想法就是說 哎我就插入一個webcam 到我的這個安卓手機上面 然後呢就可以在用外面的這個 usb的攝影機 在他的app上面做直播 那既然usbwebcam可以做直播 那我這支擷取卡也可以啊 所以啊那時候我們就一拍即合 也就是說 呃 你如果要用這個單眼相機要做直播的話 透過這支febom 168擷取卡連接到安卓手機 透過他app叫做camera5 live 就可以成功的做臉書直播啊 youtube直播啊等等的 而且都是自動登錄的 既然安卓手機可以連接這個外置的檢取卡 做直播 那iphone是不是也可以如法炮製 連接這個免具檢取卡做直播 這個答案是不可能的 因為 iOS的系統他沒有支持uvc 也就說你插入什么邏輯攝影機啊 到這個iphone上面也是不能使用的 所以啊你要做出一支檢取卡能夠支持iOS的系統 在當時2015年是根本不可能的 但是我們公司一直自律說哎可不可以 一定要做出來一定要做出來 所以啊我們在終於在2018年的時候做出一支 針對iOS 使用的擷取卡 就像這樣子 你看這個攝影機 連接一支 這個iOS專用擷取卡 然后到這個ipad上面去 然后呢 就可以做直播了 這個就是一個要給他供電5伏特的電 那這邊就是一條usb的線就是這條藍色的線 然后hti從這邊灌進去 hti灌進去之後轉換成藍色的線 的訊號 再灌入到ipad上面 如果你的手機是iphone手機 他是lightning的界面 那是lightning的界面 那你就要準備這個 apple的原廠lightning to usb3的相機轉換器 你看 這邊就是usba的接頭 那如果你的ipad啊是usbc的ipad 比如說像這台是usbc ipad啊這樣子 啊這樣子 那 usbc的頭嗎 那所以你就準備這個 usbc的hub 一樣的道理就是 這兩個接 輸入的地方都是usba usba 只是接口不一樣一個是lightning的接口 一個是usbc的接口 其他的接法都一模一樣 到目前為止 在做iOS專用擷取卡的人是非常的少 其實是有人在做啦 像一些中國大陸有些廠商有做 我有跟他們買啊但是那些廠商很好玩你做出來的東西 他要做臉書直播或者是做一些youtube直播 不好意思你的那個 金鑰是要用手 copy paste 貼上去的 好這還是不錯的哦 還有一些廠商是 做到一年以後 哎 奇怪怎么app 竟然從app store那邊下架完全都不能用了 你就買到一個廢鐵一樣 就像我買到這一個嗎 這個也是中國大陸做出來的 那個iOS的檢驗卡 我買來之後app還可以下載哦 過了一個月 兩個月之後我再去app store去找 我竟然找不到了 竟然下架了 那我們公司從2018年開始賣這個 iOS專用檢驗卡 原本是 原本是這種顏色的是這種 這個香檳色的 然後後來變成這種黑色的金屬外殼 那從一開始只能支持這個 iOS使用 後來我們也支持可以在windows使用 那到最新的版本第三代版本 可以在這個安卓手機也可以使用 我們今天是專門針對iOS使用 當你的攝影機連接到你的iphone 或者是ipad上面的時候 就可以在上面的app medialink或者是medialink switch上面做直播 我們實際操作一次給你看 連接進來之後 然後這邊有個直播 你就按這個 facebook 按下去 然後你可以選擇是個人的 或者是粉絲專業的 或者是社團的 社團的話你要自己遷入那一個 app在你的臉書上面 好那我們就選擇這個 粉專 這樣開始直播 這樣子 這個畫面就在你的粉專上面做直播了 這個 HDI接軌卡就只有一錄的HDMI輸入 那如果我有 試錄輸入要怎么做切換呢 很簡單 你可以連接一個HDI的視訊導播機 你在為例叫做antam mini pro 那你可以連接到這後面的這個 hdi 1 hdi 2 hdi 3 hdi 4 然後用你的手去控制你目前要輸出什么的視訊來源 以我目前這臺antam mini而言我連接三個視訊來源 channel 1我連接是這個gopro hero7 這個 channel 2我連接sony的攝影機 channel 3呢我連接這個sony的相機 所以在直播的過程中你可以用你的手指去切換 切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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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直播之外你也可以來做娛樂使用 那我現在連接的是這個sony的dvd播放器 你就可以播這個影片啊我現在播一次給你看 這樣子 我知道現在大家很少的人有這個sony的這個藍光播放器啊 這只是個舉例而已啊 比如說你可以連接你家裡的中華電信的這個機上盒啊 你可以用你的ipad當成電視螢幕來看這個中華電信的這個機上盒的節目 啊也可以看這個什麼 這個安博的電視盒也可以啊 反正呢你只要有hdmi輸出的這個影像 就可以讓你的ipad當成是一個螢幕來使用 其實也是一個娛樂的用途啊 如果啊要將ipad當成任天堂switch的螢幕使用的話 或是拿來直播 你就要特別小心一點啊因為 我們的iOS直播擷取卡他大概有100ms的延遲 如果你玩的遊戲比較格鬥一點 比較及時一點的話 那你就可能要注意到這個延遲所帶來的問題 一般的一些遊戲來說的話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比較在意視訊延遲的朋友的話 這個可能就比較不適合您的應用了 我們從2018年啊開始賣這個iOS直播專用擷取卡 與其你說在賣這個硬體還不如說在賣軟體 為什麼 因為在iOS的系統裡面 你隨時都要更新你的app 不然的話你這個東西就變成一個廢鐵了 比如說像中國大陸這一張 這一個什麼iOS的擷取卡 好像不錯啊很便宜啊 問題是我買回來之後過了一年 他就不更新了 甚至於從app store下架 這這東西又變成什麼變成一個廢鐵啊 就可以丟掉了 就這樣子啊 那這個東西 貴是貴在更新怎麼說呢 一年會更新至少兩次 第一次是在什麼時候 9月的時候 9月是在 iOS會升級 從iOS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好這個輕的問題 就是說 哎可以用可能會有一些小問題 重的問題會發生什麼事情 是他一更完新之後 就不能用了 這是我們的 app 工程師就要下來趕快寫 因為我們也不知道說下一代的iOS的最新 作業系統他到底長怎樣子 就要馬上寫啊 至少要能動吧 第二個更新是什麼 臉書啊youtube他隨時也會更新他的API 你你現在看到在 上面 用手按按按 一步一步按按按按就直播了 其實那個後面是要幹嘛 是要符合youtube API 還要符合那個facebook的API 你沒有符合的話 沒辦法就這樣按按按按就可以直播了 那他隨時會更新啊 每年都會更新一次嗎 所以我說嘛至少一年要更新兩次啊 我敢說 你在2018年買的這個第一代的iOS直播專用捷運區卡 到了2013年的 現在 你一定都保證能夠用的 我們有兩款APP嗎 最基本的一款的就是那個medialink live 那個是保證最基本的 一定能夠直播使用的 那你要做一些多媒體處理這個medialink switcher 這個就是 進階的 你可以做什么pip啊 做什么視訊切換等等等等 再賣iOS直播專用捷運卡來說 我賣給end user是賣段式的付付一次的錢 但是我要面對 什么臉書啊面對apple這些 是每年都還要繼續 去要繳學費的 你們只要花一次的錢就可以一直用下去 但是我每年都要去面對這些 折騰來折騰去的事情 這 你說他不是賣軟體難道是賣硬體嗎